監視器畫面上一隻法國鬥牛犬 獨自走進電梯裡 在沒有牽繩的狀況下 就突然咬傷電梯裡的人 讓旁邊的人嚇一跳 趕緊把狗拉出來 而這隻狗就是韓國男星 始源的鬥牛犬 一身白毛 只有一隻眼睛畫上一個大OLED 模樣討喜又可愛 始源跟愛犬感情似乎很不錯 過去常常播出跟愛犬的合照 不過最近他的愛犬趁大門沒關 跑出去意外咬傷鄰居 對方是知名餐廳的金姓老闆 結果六天後 對方因為敗血症身亡 始源在IG上傳黑畫面 並且寫信道歉反省 對於管理寵物不當 害對方失去家人 感到相當抱歉 向家屬道歉之餘 也深深反省 說讓大家傷心又擔心 真的很抱歉 也希望往生者安息 至於死者家屬也透露 始源曾多次上門道歉 也在靈堂哭泣 最終選擇原諒他 體育BS新聞王國立神講得到